第1156章 腰狱震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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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族的天空突然有着道道破风声响起 很快的 一道道身影便是凭空的出现在了天空上 那当前一人正是龙族族长 袁钱 而此时的他面色也是凝重的望着北方 那双母深处有着浓浓的震动之色 族长 这股波动 一位龙族长老面色肃然 惊声问道 不知道是哪位低风抢者出事了 袁钱摇摇头说道 并不像是谁出事了 在这种波动中 我觉察到了空间紊乱的迹象 因此倒像是什么空间破碎 空间破碎 另外一位龙族长老也是有点恶然 袁钱双母为咪 半上后 眼中有着一抹精芒掠过 远古时期众多巅峰强者陨落 而一些大能耐者 则是开辟空间 作画其中 之前我探测过那股能量波动 但在接触间 我的感知却是被诡异吞噬 呵呵 从古到今 即便是作画后 依旧拥有如此军人力量的 我想 除了那位远古的吞噬之主之外 应该不会再有其他人了 吞噬之主? 听得此话 周围那些龙族长老 皆是惊呼出声 神色颇为的震动 显然是对于那位远古之时 最为顶尖层次的巅峰强者并不陌生 那这一下可真热闹了 以吞噬之主的威名 想来恐怕会有无数强者蜂拥而去 到时候怕又是一番惨烈争夺 一位龙族长老说道 吞噬之主的传承 就连他们这种心性都是怦然心动 更何况其他人 吞噬之主可是连我龙族 那位六指圣龙帝大人 都是吃过亏的绝世猛人 他这作画的空间 我能够感觉到 一股对我们所产生的抗拒性 不然我的感知也不会被吞噬了 不过这倒并不是针对我 我想应该是针对的所有 踏噬了轮回境的巅峰强者 圆前淡淡地笑道 这是什么意思 有着长老错误的问道 看来这位吞噬之主大人 并不希望他的传承 被某位踏噬了轮回的强者得到 因为一般说来 踏噬了轮回境 大多都是拥有着各自的修炼之路 想要改变已是不可能 这样的话 即便是获得了吞噬之主的传承 也是必大于利 圆前一笑解释道 这种传承并不是人人都适合的 吞噬之主 想来也是想要将他的传承 给予最适合他的人 众位长老微微点头 玄机道 如今动静闹得如此之大 那我们龙族 哼 这等热闹自然不能不凑 不过我龙族弟弟之下的 镇压着镇魔狱 我确实不能离开 此行的话 便是让柳青那家伙 带人去探测一番吧 他正好出关 虽然上海位踏入轮回境 但也是隐约地触摸到了轮回 若是能够获得吞噬之主的传承的话 说不定能够突破到哪一步 袁前一笑道 柳青 那修炼狂人竟然出关了 听得此话 那众位长老都是以惊 他可是阎神等人 心中仅次于轻质的偶像啊 哦 对了 我倒是差点忘记了 我们那位新任的新发长老 便身怀吞噬祖福 看来这次的事情 他应该是第一个感应到的 以他的性子 想来是绝对不会缺席的 袁前吓着道 林栋长老吗 这倒是有趣了 刘青当年也揭受过 清智大人的指点 真不知道 这两个同样修炼了 青天化龙具的家伙 碰在一起 会有什么热闹 周围的那些长老 顿时笑起来 想来是对于这种对碰 极感兴趣 袁前点点头 然后将视线 投向遥远的北方 他感受着 那种天地间紊乱波动 也是倾吐了一口气 这一次 看来会有着不小的紊乱呢 也不知道最后 究竟是谁 能够拥有着 这等大机缘 成功地获得 吞噬之主的传承 而也就是在 袁前等人 在天空上说话时 那农足弟弟 镇抹欲身处的 一座黑暗王座上 那身着黑色战甲的曼妙身影 也是在此时 突然睁开了紧闭的双眸 他微微抬起头 目光仿佛是 穿通了大地 望向了某处的虚无空间 那眼中 有着一抹 伤感之意 显然 他同样是感觉到了 某种熟悉的波动 你的遗志 我们会帮你完成的 这片天地 一定不会沦陷在 一魔的手中 他最终还是 逐渐地闭上了双眸 悠悠的声音 在这寂静的 震魔语当中 传荡开来 妖狱极北处 传来的波动 显然并不是 只有龙族就杀到 也就是在 他们感应之后不久 天妖雕族 九凤族 昆蓬族 这三大霸族当中 同样是有着 巅峰强者感应 而后 族内也是因此 变得骚动起来 云前能够 因为一些端倪 猜测出 那破碎空间之中 作画的强者来历 其余三大霸族当中 显然也是有着 经验丰富之人 因此 对于吞噬之主的消息 也很快地 被他们猜测了出来 而这种结果一出现 无疑是立刻地 引起了一些震动 虽然如今的三族之内 同样是有着 踏入了轮回进的 巅峰强者 但吞噬之主的这种 远古巅峰强者 根本不是寻常的 轮回强者可以媲美 他的一切所留 就算是轮回强者 都颇为的心动 因此 很快地 这三大霸族 也是采取了 诸多举动 这等盛世 显然他们是 不会轻易放过的 而这种震动 也是在逐渐地催移着 继次大霸族之后 那八大王族 也是有所追查 只不过他们的底蕴 比起四大霸族的确是要 差势了一些 因此 他们仅仅只能催测出 那破碎空间中 或许有着远古 巅峰强者作画 但却并未知晓 其中作画者的身份 但即便如此 也依旧是令得 他们蠢蠢欲动 一位轮回近的 巅峰强者 遗留下来的任何东西 都拥有着 令人无可抵御的诱惑力 这种丰盛的大餐 他们自然也是要 来分一本羹 当然 妖狱地狱辽阔无尽 其中也是强者如云 除了四大霸族 八大王族之外 还有着不少各种名声不大 但却是有着 不若底蕴的各方势力 他们平日里 不显山不漏水 但暗中的一些 隐性的力量 却依然是不容小觑 平常时候 或许难以看见 他们有什么能量 可一旦到了 类似眼下这种局势的话 在强大的诱惑之下 那些平常 算是扮演的势力 也是为 忍不住的伸出手掌 总的说来 这一次 整个妖语 都将会因此而震动起来 而在整个妖语 逐渐地因此而沸腾时 那在妖语毛处的一座深山当中 这片山脉呈现漆黑色彩 天空上黑色云雾 弥漫着 充斥一种阴冷的波动 在山脉的深处 一座山峰上 突然有着黑雾凝聚 一道黑影 便是诡异地浮现出来 它全身笼罩在黑雾当中 一对毫无情感的毛子 望着北方 是吞噬之主的作画之地吗 这个讨厌的家伙 真是连死了以后 都不让人安心呢 这道黑影望着北方 旋即有只沙哑的声音 缓缓地传出 鬼冤王 如今似乎各方势力 都败出了强者 赶往极北之地 我们呢 在这道黑影的后面 黑雾蠕动着 又是一道人影浮现出来 他拐笑道 这种大事 自然是少不了我们 当年好不容易 方才令得吞噬之主陨落 如今 若是让人获得他的传承 再造出一个吞噬之主 那就对我们而言 可真不是什么好消息了 秦峰那道黑影 淡默得道 你的意思 动身去极北地狱 若是谁得到 吞噬之主的传承 说到此处 他声音顿了顿 旋即那银森无比的沙翼 便是如同潮水一般 涌了出来 若是谁 获得了吞噬之主的传承 杀无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